科技就像一張白紙,很簡單 在折的過程,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很微麗的產品 所以我們就叫Origam Relax 我們這個ORI介紹就可以用骨傳道去傳聲 用回聲控,你就可以控制到手機 可以打到電話,發到一個WhatsApp訊息,或者可以問到天氣等等 Vision和Mission是一個沒有螢幕的世界 真正可以打到出來 我的啟蒙老師是我爸爸 他自己是一個很厲害的發明家 做了全世界第一個懂得說話的電腦 我們發明這個戒指其實最主要是為了我爸爸 我爸爸是13歲,他失明 一直以來他可能用手機和不同的電子產品 不是很方便 因為很多都需要靠看,靠按 我們就想做回一件產品 不需要靠螢幕 亦都可以用語音很方便 很私人的控制我們的電子產品 所以我們的座右銘是 Have no fear of the unknown 我們才敢去做一個 可能市場未見過一個產品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就是一個語音控制的智能界止 發明的過程就好像回到一個新的地方 一個新的國家一樣 條路一定不是直的,一定會迷路 但是在整個過程中 你會學習,會改良 最後會找到一些新的東西 成功是一個陷阱 你一覺得自己成功 你就會開始自滿 你自滿就不會重新 我不知道進步這條路 是否有極限 起碼我們這件產品 是未走得看的 所以我一定要推它 很明顯的進步是很重要的 其實初創就是不要忘記自己的初創 而是可以產生到很多新的可能性